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 同道晚上好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 同道晚上好 很高興看到大家 很高興看到大家 有一些過去兩個晚上都在 有一些過去兩個晚上都有在 有一些今天晚上來 有些是今晚才來的 我想都是很難得 我想都是很難得的 因為我們日常的生活也是很多的節奏 我們日常生活都很多不同的節奏 我想大家也有很多不同的服侍的崗位 我想大家都有很多不同的服侍的崗位 所以能夠做出這樣的安排 晚上來到這裡 我想是非常感謝主的恩典 可以在時間上有這樣的安排 萬眾來到這裡來聽 也是很感謝主 非常欣賞各位羨慕可慕上帝的話語 也都很欣賞大家 愛慕上帝的話語 我也希望呢 上帝能夠藉著這幾天晚上 我們打開祂的話語的時候 幫助我們能夠明白 他的真理 使得我們真的是能夠體會上帝的話語 儘管是兩千多年前的作品 可是對我們今天來講 還是非常非常有意義的 儘管這個聖經是二千多年前寫好的 但是對我們今天仍然跟我們講話 忍耐到底必然清完 忍耐到底必然聽完 所以到了今天晚上 我們到最後一講了 那麼今晚就到最後一講了 是不容易的 是很不簡單的 主要是因為我們這幾天晚上 都是講難解的經文 最主要是這幾天晚上講難解的經文 大家還記得難有三個層次嗎 這個難解有三個不同的層次 第一個層次就是很難解 第一個層次就是很難解 就是你打開讀就覺得 怎麼會這樣子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讀的時候 你已經不明白了 不知道為什麼 第二種的難呢 是你以為懂 其實不懂 第二種呢 就是你以為你已經明白 但是其實不是很得的 第三種的難呢 不是說難解 而是你難以認同 難以擁抱 難以接受 第三種難呢 不是難解 是你很難去接受 很難去擁抱它 很難去跟它認同 那有些經文呢 三方面都有 有些經文呢是有三方面都有的 今天晚上的經文呢 就是這樣的一個經文 今天這段經文有三方面都有的 我們有聖經的話呢 請你打開路加福音的第十六章 如果你有聖經的話 請打開路加福音第十六章 我先讀第一節到十三節 用華語讀 然後弟兄會用廣東話來讀 先用華語普通話來讀 然後用粵語來讀 耶穌又對門徒說 有一個財主的管家 別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費主人的財物 主人叫他來對他說 我聽見你這是怎麼樣呢 把你所經營的交代明白 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 那管家心裡說 主人持我 不用我再做管家 我將來做什麼呢 從地呢無力 討飯呢怕休 我知道怎麼行 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後 借我到他們家裡去 於是把欠他主人載的 一個一個的叫來 問頭一個說 你欠我主人多少 他說一百樓 有管家說 哪裡的帳 快坐下 寫五十 又問一個說 你欠多少 他說一百十麥子 管家說 拿你的帳 寫八十 主人就誇獎 這不義的管家 做事聰明 因為今世之子 在世事之上 較比光明之子更加聰明 我又告訴你們 要借著那不義的錢財 借交朋友 到了錢財無用的時候 他們可以接你們到永存的帳目去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 在大事上也忠心 在最小的事上不義 在大事上也不義 倘若你們在不義的錢財上不忠心 誰還把那真實的錢財託付你們呢 倘若你們在別人的東西上不忠心 誰還把你們自己的東西給你們呢 一個人不能侍奉兩個主 不是悟這一個愛那個 就是中這一個清那個 你們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馬那 勞教福音十六章第一節 耶穌猶對門徒說 有一個才主的管家 便向他 主人告他 浪費主人的財物 主人叫他來 對他說 我聽見你這時 怎麽樣呢 把你所經管的交代明白 因為你不能再作我的管家 那管家心裡說 主人辭我 不容我再作管家 我將來作什麽 坐地呢 無力 土飯呢 下修 我知道什麽辦 什麽客 好叫人在我不再做管家之後 接我到他門家裡去 於是 把欠他主人債的 一個一個的叫來了 叫了來 文頭一個說 你欠我主人多少 他說 一百流油 管家說 拿你的帳 快錯下 寫五十 又問一個說 你欠多少 他說 一百石墨子 管家說 拿你的帳 寫八十 主人就誇張這不已的管家 作時聰明 因為今世之子 在世上 在世事之上 交給光明之子 更加聰明 我又告訴你 我又告訴你們 那不已不已的錢財 結交朋友 到了錢財無用的事後 他們可以接你到 永存的帳幕裡去 人在最少的事上 忠心 在大事上 也忠心 在最少的事上 不已 在大事上 也不已 倘若你們 在不已的錢財上 不忠心 誰還把 那真實的錢財 託付你們呢 倘若你們 在別人的東西上 不忠心 誰還把 你們自己的東西 給你們呢 一個仆人 不能侍奉 兩個主 不是 護 不是護者個 愛那個就是 眾者個 興那個 你們不能又侍奉 神又是奉 馬門 這是一段難解的經文吧 一段是很難解的經文 我們就先不要進入經文裡面 我就告訴大家 不同的中文聖經翻譯的分段 就讓你知道這段經文是難解 我們先不解經 我們單單看不同日本的經文的分段 就知道這段經文是很難解的 如果你讀的是和和本 或者是新譯本的話 你讀的是和合本 或者是新譯本 那麼這段經文的分段的題目是不義的管家 那這段經文的主題就是不義的管家 那如果說你讀的是現代中文譯本 如果你讀的是現代中文譯本 或者是新普及譯本 這段經文的分段是精明的管家 那麼這段的前面那段是精明的管家 不義跟精明是兩回事 精明和不義是兩回事 究竟是精明還是不義呢 究竟是精明或者是不義呢 究竟是東還是西 究竟是東還是西呢 南還是北呢 南還是北呢 不容易吧 就不簡單了 另外的一個中文譯聖經的譯本 是新譯語譯本 另一個譯本是新譯語譯本 乾脆把這個分題改了 乾脆把這個分題改了 他不判斷這個管家是不義還是聰明 他不理管家是聰明或者是不義 這段的分段的題目呢 新譯語譯本分 善用金錢 新譯語譯本就說這一段是善用金錢 所以我們一讀到這段經文 再看看聖經的譯本的分段 馬上知道這段經文真的是難解 所以我們看看不同的譯本的分題 就知道這段經文是很難解的 這段經文有好幾個問題 我們需要去面對甚至嘗試去解答 這段經文裡面有好幾個問題 我們需要去解答的 第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這個管家可以如此行 為什麼管家可以這樣做 怎麼可以私下地把 那些欠主人債的人的賬給他改呢 怎麼可以欠債的人 將他的數目改寫呢 很不忠心 很不義 是不是很不義呢 那我們在讀的時候呢 很自然有這樣的一個結論 我們讀的時候已經有這樣的結論了 可是我們一旦有這個結論呢 我們一旦有這樣的結論呢 我們就馬上遇到困難了 我們又遇到很多困難了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主人誇獎他 如果說他的事情是那麼不義的話 為什麼主人會誇獎他呢 如果他做的事情是不義的 為什麼主人會誇獎他呢 匪夷所思對不對 匪夷所思 如果是那麼不忠心的話 為什麼會誇獎他 應該把他送關才對呀 不僅僅這樣子 最困難的是 耶穌好像也肯定這個做法 不僅僅這樣子 不僅如此 耶穌說這個比喻 也好像很肯定他的做法 耶穌從第八節下到九十節 呢 引用了這個管家的行為呢 來教導他的門徒 要用錢才接交朋友呀 我看到第八節到十節 耶穌好像借著管家所做的呢 來教導他的門徒 用金錢來交結朋友 你覺得好像 耶穌好像肯定這個管家所做的嗎 耶穌好像很肯定這個管家所做的一切 可是你一旦認為耶穌肯定他的做法 你又遇到困難 但是你一遇到耶穌 你結論耶穌肯定的做法 你又遇到困難了 因為在十一、十二、十三節裡面 耶穌又倒過來說 在小的思想不忠心 你就不忠心 就好像又把那個曲 改掉了 那十一節到十三節 耶穌又好像變調了 又改了他的口風 好像你在不義 應該你不可以再侍奉 又侍奉金錢又侍奉神 究竟這段經文在說什麼 究竟這段經文在說什麼 究竟這個管家在說什麼 究竟管家在做什麼 他做的事情是合法還是不合法 究竟他做的是合法或者不合法 當然更重要的問題是 當然更加重要的問題是 我們這幾天晚上就說 處理難解經文 那麼這幾個晚上 你在處理難解經文 我第一天晚上就說了 我們不是為了處理難解經文 是處理難解經文的 我們不是在解決難解經文 而來解決難解經文 我們希望通過難解經文 可以看到那一本福音書的 整體的意思 我們想透過難解經文 來看整卷福音書的中心數值 這樣的一個的比喻故事 跟整卷福音有什麼樣的關係 那麼這個這樣的一個比喻 跟整卷勞加福音有什麼關係 所以剛剛我連續的講了很多問題 你知道這段經文是挺難解的 剛才你已經講了很多很多的問題 你知道這一段很更難解的 這十來一節的經文 就寫了很多的博士論文 很多的專文的研究 這個十幾節就有很多博士論文 很多專文的了 所以大概我們今天晚上 也沒有辦法很簡單的講 那今晚上我可能 都不可以很簡單的解說了 不過我還是很努力的 去給大家一層一層剝那些皮 希望能夠疏解剛剛我提出那些困難 那今晚上我嘗試 一層一層這樣抹開來看一下 可以解答剛才我所提出的問題 然後我們希望能夠通過這一個比喻 這十三節的經文 能夠看到十六章 以至整個路加福音它的意思 希望藉著這十三節的經文 我們來解釋之後 看它跟整卷路加福音有什麼關係 然後呢 我們希望能夠把這個意思 這個信心的對應 我們今天所處的世代教會 藉著這樣的一個解經呢 希望你對我們今天這個社會 我們今天這個世界 是有什麼幫助的 好了我們就把問題聚焦一下 我們將這個問題的重點放在這裡 就把它濃縮成為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就變成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究竟這個管家是不義呢 還是精明 究竟管家是不義呢 或者是精明 就把所有的問題 把它化成一個很簡單很簡單的 就是說 一個問題 究竟這個管家是精明呢 聰明呢 還是不義差勁呢 那麼將所有的問題 我們簡化變成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管家究竟是精明 聰明呢 或者是不義 那如果說這個管家 我們的結論是 他所說的是精明是聰明 是機靈的話呢 那主人誇獎他就很合理 耶穌引用他這個教導 也是很合理了 那麼當我們做出一個結論 說如果這個管家是精明的話呢 我們看到主人去誇獎他 和耶穌來引用 引用他所做的來教導悶好呢 當然是一個很合理的結論 可是如果說我們的結論 說這個管家是不義的話呢 就一切都出現困難了 但是呢 如果我們講這個管家是不義的 那麼有很多問題會出現 那可以這麼說 關於這個管家是不義 或者說精明呢 主要呢 有兩個主要的講法 那麼這兩個不義和精明的管家 最主要是有兩個講法 第一個呢 我們研究路加福音的人 就是說一個傳統的講法 那麼在研究路加福音的學者來講呢 有一個傳統的講法 就是說這個管家是不義的 就說這個管家是不義的 就是他所做的是差勁的 那麼他所做的是差勁的 他所做的是不忠心的 他所做的是不忠心的 這個問題是為什麼 耶穌會引用他來做一個教導呢 那麼為什麼耶穌會引用他來做一個教導呢 或者說為什麼那個主人會誇獎他呢 為什麼主人會誇獎他呢 那這個呢其實都沒有一個很好的答案 那麼這個其實沒有一個很好的答案 那這些詞傳統看法的人呢 學者就會說 那麼這些詞著傳統的案法的學者就會說 耶穌是用一個反面的教材來帶出一個正面的教導 那麼他是講耶穌是用反面的教材來做出一個正面的教導 這個講是可以這樣講 那麼可以是這樣講的 聽這個講法在心裡面有一點低估 那麼聽到好像有些少不夠水準 就覺得好像有點為了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那種感覺 那麼好像有些目的就可以不擇手段 我甚至聽過一些朋友說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要做主動的工作 是可以可以用其他繞來繞去的方法 那麼我如果聽過有人說 你要侍奉主呢 也都可以是不擇手段 走後門 這是挺危險的 那是很危險的 這是第一個我們說的傳統的講法 這個是第一個傳統的講法 就是這個管家是不易的 這個管家是不宜的 不過耶穌用一個反面的教材來帶出正面的教導 那麼耶穌用反面的教材來帶出正面的教導 也就是說如果那麼壞的人都曉得為自己的部署將來的話 我們屬於上帝的人女豈不更應該 就是反面教材 正面教導的意思 那麼如果是一個這麼不宜的人呢 都可以這樣來做 來到為自己的將來有所打算 何況是我們呢 那就是一個反面的教材來做一個正面的教導 那有第二個主要的講法 那麼第二個主要的講法 就是說這個管家所做的呢 不是違法的 你說不是違法吧 把這個欠債的人的那個張單私下改了 怎麼會不是不違法呢 沒有違法 沒有搞錯呢 明明是100 為什麼寫80呢 改個張單當然是不合法 很多的聖經研究的人呢 就從那個時候的文化 那麼研究聖經人呢 就講到當時的文化 從那個時候的經濟的制度 在當時的一個經濟的制度 這個管家是代理人 這個管家是代理人 就是代理人處理主人的事情的那一種的做法 那麼是這個代理人代表主人所做的事 就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 就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 提出這個人減的是他自己的佣金 那麼他呢 所說呢 就是他減的是自己的commission 的佣金 因為他是管家嘛 他不是努力嘛 因為他是管家 他不是老大 我們說英文說那個broker 他是那個代理人 他是一個代理人 所以他減的是他減自己 他是減自己的佣金 所以有一些學者說 他沒有不誠實啊 他沒有不忠心啊 他沒有不義啊 因為他改的 他改的是他自己的佣金啊 去母不誠實啊 去做的不是不合法啊 因為改的是自己的佣金 可是有些學者就研究 哪有那麼高的佣金啊 那麼學者又這樣 哪有那麼高的佣金呢 百分比太多了吧 那麼你的百分比太多了吧 這是一個講法 那麼這個是其中一個講法 那麼有類似這樣的講法的一些學者呢 提出另外一個觀察 那麼有類似的講法呢 是另一種觀察 就是說這個管家所做的呢 不是不義 那麼這個管家所做的呢 不是不義 不是違法 不是違法的 因為他減的是主人收取的利息 因為他所減的是主人收取的利息 而且呢 照這個比喻的上下文 顯然是這個主人是猶太人 他現在在的人也是猶太人 那麼好明顯的呢 這個這個所寫的呢 那個主人是猶太人 欠序的人也都是猶太人 那麼如果說這個管家所撿的是利息呢 這個主人借錢給人家那個利息定得太高了 那麼這個這個代理人呢 這個管家呢 所減的利息就是講到 主人所收的利息呢 是太高了 這種利息高到一個地步 是律法所不允許的 這個利息高到一個地步呢 是律法不允許的 所以當這個管家把這個利息剪掉的時候呢 是使得他的主人從一個不意義的一個處境 變成一個相對來講是意義的一個的情況 那麼他幫他把這個利息減掉之後呢 就將他這個不疑的主人呢 轉到一個有疑的地方 當然有一個更大的可能性呢 就是這個管家撿的呢 包括自己的佣金也包括主人的利息 那究竟是什麼樣呢 究竟是怎樣呢 經文沒有講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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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的是佣金或是利息 經文沒有講減的是利息或者是佣金 可是經文也沒有說他不對 但是經文也沒有說他不對 所以呢 可能是利息也可能是佣金 所以可能是利息可能是佣金 甚至可能兩個合起來 甚至是兩個合起來 那有一些研究聖經的人呢 就提出了更深入的一個觀點 那麼有些研究學者呢 就提出了更加深入的研究 就是說在遠古的時候呢 我們說那一種的社會呢 是在一種所謂的榮譽羞辱的一個處境 那麼在當時的這個文化呢 是一個榮譽和羞辱的一個處境 一個文化 英文叫做honor and shame 英文就是honor and shame 在一個honor and shame的處境裡面呢 有錢不是最重要的 在一個榮羞文化裡面呢 有錢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你在一個群體裡面有honor 你可以非常有錢 可是非常讓人討厭 你可以非常有錢 但是呢 很多人都討厭你 殺該就是一個 殺該就是其中一個 你可以呢 沒有很多錢 可是呢 讓人家很尊重你 你可以沒有什麼錢 但是很多人尊重你 可是如果說 你通過一些的做法 操作 能夠使你從一個沒有honor 變成honor的人 那你可能可以做些手腳呢 在一個不是很榮耀的地方呢 變成一個比較榮耀的地方 甚至在一個群體裡面 使得大家都honor的話 甚至乎你在一個群體的地 裡面呢 可以使得大家都有一個榮耀的話 那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操作 那這個是一個很了不起的做法 那可能是利息 可能是佣金 可能是利息 可能是佣金 經文沒有講得很清楚 經文沒有講得很清楚 我們清楚的知道的是 我們清楚的知道的是 這個管家所做的 令三方面都得到honor 那這個管家所做的呢 令到三方面都得到榮耀 為什麼呢 因為欠債的人減輕了 為什麼呢 因為欠債的人減輕了他的債務 他自己將來的問題解決了 他自己將來的問題也解決了 而且他的老闆呢 大家都覺得他是 又忍義又富有的一個好人 那主人呢 別人覺得他是一個好人 一走到街上 大家都說大恩人 行道街上面 主人被人稱為大恩人 以前大家說他是為父不仁 以前可能是為父不仁 現在覺得他是大恩人 現在說他是大恩人 所以呢 他就變成是一個三營的局面 這個是一個三營的局面 在整個群體裡面呢 三方面都是我們說honored的parties 那麼這三個群體 這三個人呢 都在這個群體裡面得到榮耀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覺得那個主人要不要讚他 那麼在這個情況裡面 主人要不要稱讚他呢 當然讚他 對吧 當然是稱讚他 你很行啊 你很行啊 你將來沒事了 你很行啊 你很行啊 現在的人一下又輕鬆了 現在的人呢 又聽很多了 我走到街上 大家都說我是大恩人 我去到街上 人家都叫我做大恩人 主人當然誇獎他了 主人當然稱讚他 所以呢 這個是其中一個講法 這個是其中一個講法 那最近呢 其實今年 今年呢 今年有一個學術的文章發表了 那有一個學術的文章 我來以前 剛好看了一篇的學術的論文 那你來之前呢 我看了一個學術的論文 就有一個學生呢 在研究這個 古羅馬的一些的作品的時候呢 那這個學者呢 研究古羅馬的作品的時候呢 其實是研究古羅馬的 很有名的一些人 如果說你沒有讀 有一個學術的研究 大概就知道說 普利尼特雅格 Cicero這些 很有名的 歷史上有名的一些的 羅馬的官員 那麼去研究的是 關於古羅馬的 很有名的官員 在他們的信函裡面 在他們的信函裡面 在他們的一些的 一些的記載裡面 在他們一些的記載裡面 無論在羅馬 無論在埃及 無論在埃及也好 在羅馬也好 都有很清楚的證據說 他們會減債 都有很清楚的記載說 他們會減他們的債務 而且大量的減債 而且大量的減債 他們是很有錢的 他們是很有錢的 可是他們的減債的人的債 而且大量的減債 所以這個經文 是不是很罕見的 其實我們在看這些作品的時候 研究的時候 發現了 在那個時候減債 有幾種的情況 我們研究這樣的情況 在那些作品裡面 有幾種不同的情況 有些時候 是國家 羅馬帝國下令要減 有時候 是國家 羅馬 帝國港要減 有些時候 是因為嚴重的天災 使得那個地方的官員說要減 有一種的情況 就是我們讀這個比喻裡面 我們叫voluntary remission 就是自願地去減 有些就是好像我們這裡說的 自願地去減債務 為什麼要減呢 為什麼要減呢 你明知道他們不能付 你明知道他們還不起了 如果說你繼續要讓他們 在這個欠債的合約裡面 你得用我們今天的話講說 債務重整 如果是再繼續給他們 欠債下去 就要做一個 債務重整 撿了之後 使得他們仍然在這個合約裡面 把那個欠債的時間把它拖長 仍然還是欠債 不過呢 就不是那麼重的蛋 使得他們沒有辦法 就可能死了 或者整整的情況 或者是 將這個債務可以 這個合約 就拖長去 變得他們沒有那麼辛苦 所以呢 剛剛就給大家報告過 我們的研究就是說 我們讀到的十六章 這些管家所做的行為 其實不是那麼奇怪的行為 所以剛才我們看到這些作品 在研究裡面 就反映出 在我們讀到這個經文十六章裡面 就不是很罕見的一個情況 可能是減他的用金 可能是減他的用金 可能是減主人的利息 可能是主人減利息 可能兩個都有 可能是兩個都有 可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是那個榮譽羞辱的處境裡面 也許怎麼樣達到一個 三營的局面是更重要 可能在這個榮譽文化裡面 達到三營的這個情況 是很重要的 而第四個呢 就是這個狀況 在那個時候羅馬帝國裡面有的 那麼第四個看到的就是 這種這樣的做法 在古羅馬的時候是有的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個管家所做的 贏的這個主人的誇獎 是很合理的 所以這樣來看 這個管家所做的 贏得他主人的誇獎 是很合理的 就是說這個管家是為了 將來而做一個預備 所以這個管家呢 是為了將來做一個預備 而他做的呢 並非違法 而他做的呢 並不違法 所以這個故事呢 沒有教導我們 提醒我們說 你可以抄後門 你可以親心關鍵地做 這個故事沒有教我們這樣做 那麼這個故事 這樣我們看 就沒有教我們去行天門了 你說剛剛的研究是這樣子 可是有沒有一些實際的一些 我們知道的例子呢 那麼這個就是研究 但是真正來說 有沒有實際的例子呢 中國歷史裡面有這麼一幢 在中國歷史裡面呢 有這樣的一件事 大家知道戰國 春秋戰國的時候 在春秋戰國的時候 有一個作品叫 戰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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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呢 有一段呢 是這個 馮宣客夢長君 裡面有一段是 馮宣客夢想君 就是這個孟長君呢 他下面很多時刻嘛 這個孟長君有很多個食客 其中有一位呢 叫馮先生 馮宣 一個叫馮宣 馮宣 廣東話好像叫馮宣 就是言字旁一個語言字的馮宣 馮宣 他是孟長君很多下面的食客裡面的其中一個 他是孟長君食客裡面其中一個 根據歷史記載呢 他好像沒什麼本領啊 在歷史記載呢 好像沒什麼本事 後來呢 孟長君就給他一個差事 那孟長君後來呢 就給他一個差事 他說馮宣啊 你要替我走一趟了 他說馮宣啊 你要替我走一趟 有一個差事要你辦 有一件事要你去做一做 你吃飯吃那麼久了 你吃飯吃那麼久了 你要把事情辦好 你把事情辦好 你把事情搞定去 什麼事情 什麼事情呢 就是我是來自穴地的嘛 我是來自穴地的嘛 我是來自穴地 穴地 穴地 穴 穴 穴地 穴地 就是他是他本來的地方 那邊有很多欠我債的人 你去把他們的租 把他們的債收回來 你知道我在洩地那裡 那一塊地方呢 就有很多我的債 不是債 有很多人欠我債 你在那裡幫我的債收回來 幫我收債 馮宣說沒事 一定可以得利 他就去了 那馮宣就說 沒事我可以跟你搞定去 那馮宣呢 就給你加拉達去了 這個雪地了 那馮宣就去了那個洩地了 一家人去的 所有欠我們孟昌君大人的債的都出來 所以欠我們盲牆的人都 欠債的人都出來 把你們的債單都拿來 拿你的債收回來 借據啊都拿上來 那些借據啊 有什麼欠債的都拿上來 那馮宣呢 一把火把這些債債全部燒掉 那馮宣就有一把火 把債務的債務燒掉 這個是記載在戰國策略的 這個是記載在戰國策裏 那馮宣辦了這個事情就回家了 那馮宣做完這些事呢 就回去了 孟昌君問他 孟昌君問他 事情辦好了 事情搞定了沒有 辦好了 搞定了 錢呢 那些錢呢 沒 沒有啊 為什麼沒錢 為什麼沒錢呢 我把他們的債債都燒了 我把他們的債務都燒掉了 這什麼事啊 究竟什麼事啊 哦 孟昌君很生氣 那孟昌君就很生氣 那你幹什麼 你搞什麼啊 馮宣說什麼 馮宣說什麼 馮宣說什麼呢 為君買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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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孟昌君很生氣啊 那孟昌君就很生氣 好啊 這是什麼啊 一塌糊塗 搞什麼啊 一塌糊塗 可是幾年之後呢 孟昌君失去了他自己那個政治的位子 那幾年之後呢 孟昌君就失去了這個政治地 很落魄地回到他自己的血地 很落魄地回到他自己的家鄉 洩地 一下馬車 一落馬車 百姓夾道歡迎 那些百姓 全部都上來了 謝謝大恩人 歡迎 謝謝大恩人 歡迎 那時候他才知道馮宣果然厲害 那時候呢 他就知道馮宣很定德 很不得了 這故事是不是跟我們的故事很像 那這個故事是不是跟我們這裡很像 意思就是說 這一種的作為 不是跟我們今天的社會是一模一樣的 這不是告訴我們說可以用不乾淨的手段去達到目的 他不是跟我們說用一個不乾淨的手法去達到一個目的 故事裡面管家所做的 在故事裡面所說的 馮宣作為一個代理人所做的 那馮宣所做的這個事情 都在他們被允許的一個所謂的職權的範圍裡面做應該有的事情 是他們在他們的職權裡面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為到的將來或者主人的將來做一個籌謀 為開賈基的將來或者主人的將來做一個籌謀 馮宣呢大概為了孟長君 馮宣呢為了孟長君 這個管家很明顯主要是為自己了 這個管家很明顯是為自己 所以第一大家要知道這個故事沒有說是允許我們鼓勵我們不擇手段以達目的 第二個我們要知道這個管家所做的不是不義 你說明明是不義的管家嘛 明明是講不義的管家 第八節就講到這個主人誇張不義的管家 所以你怎麼說他不義呢 所以你怎麼說他不義呢 你要注意啊 這個不義的描寫 極可能是描寫他行動之前的光景 那什麼光景呢 第十六章的第一節 第十六章的第一節 有一個財主的管家別人向他主人告訴他浪費主人財物 這個不義呢是指著這個的不義 他的不義呢是指著這個不義 有意思的呢這個浪費的財物的詞彙呢是跟十五章的小兒子一模一樣的 所以這個浪費兩個字眼呢 和十五章裡面那個浪子的比喻的小兒子呢 小兒子不是浪費父親的財產嗎 是有浪費父親的財產嗎 是有浪費父親的財產 浪費一用的字 小兒子不是後來回來了嗎 那個小兒子呢後來不是回來了嗎 他說還是寫不義啊 都是講不義啊 可是如果說我們打開《路加福》十八章呢 我們發現有另外一次呢形容一個不義的 那我們如果看《路加福》第十八章呢 又講到另外一個不義 我們來看看這段經文第十八章 我們看看這一段經文第十八章 從第一節開始 第一節開始 耶穌說一個比喻 讓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耶穌施了一個比喻 是要人上場討告不可灰心 說某城裡有個官不懼怕神也不尊重世人 說某城裡有個官不懼怕神也不尊重世人 那城裡有個寡婦 嘗到他那裡 說我有一個對頭求你給我生冤 說我有一個對頭求你給我生冤 他多日不准後來心裡說我雖然不居怕神也不尊重世人 只因這寡婦煩惱我我就給他生冤吧 在哪裏讀了 第五節 第五節 這個不義的官 這個不義的官 可是這個不義的官 處理這個案件的事情並不是不義 說的不義呢 是他在之前的不義 在這裏說到這個不義的官 不是說去處理這件事 是不義 是去之前不義 所以我們來到十六章這邊所說的不義的管家 也不是指著他處理這些減債的事情 而是說他之前就好像這個官一樣 他之前不理這個婦人 不懼怕上帝 種種的不義的行為 那這個管家呢 之前浪費主人的財物 是一個不義的管家 所以這裏說到這個不義的管家 不是去處理那個債務的事情 是不義 是去浪費主人的財物 來到說是不義 就好像這個不義的官 是不尊重世人 不懼怕神的這個不義 如果說我們堅持說這個管家所做的 減債的項目是不義的話 如果我們堅持說這個管家去處理這個在務的事情 是做了不義的事情 是違法的話 是違法的話 我們就沒有辦法解釋為什麼主人會誇獎他 我們就沒有辦法去解釋為什麼主人會誇獎他 我們也沒有辦法 或者很難解釋為什麼耶穌會把這一個管家的事情 引申成一個教導 我們也沒有辦法去解釋為什麼耶穌用這個管家來引申 變成我們的教導 可是如果說這個事情是合情合法合理的在那個文化裡面 如果說這個減債的事情是合情合理 在當時的文化是合情合理的話 那麼主人誇獎他就很合理 那主人誇獎是很合理的 那耶穌引用做一個教導也是很合理的 那麼耶穌引用來做一個教導也是很合理的 然後來到我們這幾天晚上要問一個問題 那麼來到這個一個晚上要問一個問題 好了就算我們解決了這段難解的經文吧 那麼就算我們解決了這個難解的經文 跟整個路加福音有什麼關係 那麼跟整個路加福音有什麼關係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主題在這裡 有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主題是這樣的 這個管家所做的是為將來而預備 這個管家所做的是為將來而預備 路加福音就提醒每一個讀者說 我們需要面對將來的危機 如果我們不知道將來不明感 不認真的知道將來來臨的危機 其實我們是挺無知的 當然 問題是誰的將來呢 那麼當然了 是誰的將來呢 將來是很重要 將來是很重要 誰看待將來 誰決定我們判斷 將來是正確還是不正確呢 每一個人都關心將來 每一個人都關心將來 我們現代的人非常關心將來 我們現代的人很關心將來 我們買的保險都是為了將來 我們買保險都是為了將來 我們一定為將來而預備的 我們一定為將來而預備的 我們都有一句話說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啊 我們有一個俗語說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我們一定會為將來而預備的 我們一定會為將來而預備的 可是路加問一個更深的問題 但是路加問一個更深的問題 你說的將來是誰眼中的將來 你說的將來是誰眼中的將來呢 誰眼中的將來呢 誰判斷的將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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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路加福音裡面 耶穌也講過一個比喻說 一個人很會為自己來打算 那在勞加福音耶穌也講到另外一個比喻呢 就講到一個人很厲害來打算自己 為自己打算 如果我們今天的話講 這個人真的是很會為將來預備 那用我來講今天 他很為得將來來預備 就是一個財主 也都是一個財主 他很富有 他很有錢 然後呢 他是有很多很多的田產 他有很多很多田產 那他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呢 他說蓋了一個更大的窗 把它藏起來吧 那麼 蓋多一個窗戶來將它收起來 然後就對自己的靈魂說 從今以後你可以好好的生活了 這不就是為將來打算嗎 那不是說可以將來打算嗎 那不是說可以將來打算嗎 就是買了保險了 就好像買了保險了 做了很多的計劃了 做了很多的計劃了 做了很多的計劃 投資的計劃了 投資的計劃 這都沒錯 這些完全沒有錯 可是這個主人聽到上帝對他的話說 無知的人啊 那這個財主就聽到上帝跟你說 無知的人 你所預備的要給誰呢 你所預備的要給誰呢 將來究竟是在誰眼中的將來 將來究竟是在誰眼中的將來 盧家福音問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當我們每一個人做為將來預備的時候 那個將來是誰眼中的將來 盧家福音問了一個問題 當我們說將來為將來打算的時候 這個將來是誰眼中的將來 就在十二章這個母子的財主 這個經文再下去呢 你就讀到耶穌說 在神眼裡富足的人呢 他會把錢財分給那些有需要的人的 那麼在這個 剛才無知財主的十二章 結下來的那些經文呢 耶穌就提到 在神眼中這些有將來有錢財 會顧及那些有需要的人 真正富有的人是願意與需要的人分享的人 真正富有的人是會與其他有需要的人來分享的 如果沒有看到有需要的人 如果沒有看到有需要的人 閉著自己的良心眼睛 埋沒自己的良心 這是無知的人 這是無知的人 這是可憐的人 這是可憐的人 這些眾使人看起來很富有 這些人看起來很有錢 最後一定是逆轉的 到最後都是逆轉的 他們的將來會逆轉的 他們的將來是會逆轉的 所以這就是路加福音的第十六章的下半的比喻 才主與拉薩路的比喻 所以這個是十六章下半的這個比喻 就是才主與拉薩路的比喻 十六章是非常有意思的 前半部是那個管家 十六章很有意思 前半部是那個管家 為將來預備的管家 為將來作預備的管家 下半部是一個沒有想到 沒有眼中沒有任何其他需要的人 將來有錢的人 十六章下半段 就看到是一個有錢的人 沒有去關心有需要的人的結局 十六章下半 那個才主拉薩路的故事 剛好跟十二章那個五字的才主 在神面前真正付出那個教導 剛好是對照的 十六章下半段 我們看到才主拉薩路的這個比喻 和十二章這個無知的人這個才主 剛剛他的教導是相對的 所以你在十六章十九節 你看到那個才主穿著紫色的衣服 吃得非常非常的豐富 可是就在他家的門口 有一個要犯的 那麼我們看到十六章十九節 這裡講到這個才主穿著知識得符 天天都在這裡歡迎 但是沒有注意到他門口那個 然後他們的將來呢是逆轉的 他們的將來呢是逆轉的 這個所謂的才主呢是在陰間裏面 這個才主是在陰間受苦的 那拉薩路呢在亞伯拉罕的懷抱裡面 那拉薩路呢就在亞伯拉罕的懷中 那這就是路加所說的逆轉 這個就是路加福音裡面所說的逆轉 每一個人都有將來 每一個人都有將來 我們也應該為將來而預備 我們應該為將來而預備 可是路加問一個更深入的問題 但是路加問一個更深入的問題 你的將來是誰眼中的將來 你的將來是誰眼中的將來 你的將來是誰判斷的將來 你的將來是誰判斷的將來 你的將來是你自己嗎 你的將來是你自己呢 還是看到上帝所創造的人 或者是你看到上帝所創造的人 那些艱困的人 那些缺乏的人 那些缺乏的人 如果沒有看見的話 你的將來也是一個被逆轉的將來 如果你沒有看到的話 你的將來也是一個逆轉的將來 或是你的預備一切其實都是無知的一個舉作 或者你所預備的一切都是一個無知的作為 那如果說我們的預備就是為了自己的話 如果我們的預備是為了自己的話 那如果說一般的人就是為了錢吧 那一般人來說都是為了錢 就是說這個將來完全是在於你拿到多少錢 那這個將來就是你將來會得到多少錢 所以你的眼中將來就是用錢來量度的 那你的眼中你的將來是用錢來作標準的 那你越走下去這個人生的道路的時候 你就會變成侍奉馬 所以你的所謂的將來的預備 其實也不過是累積更多的財富 你的所謂的將來也不過是累積更多的財富 這樣的累積呢 到了最後你離開上帝是越來越遠的 這樣的累積呢 到最後你離開上帝是越來越遠的 所以在這個十六章裡面呢 其實是提醒我們一個路加福音裡面很重要的一個主題 將來 將來 逆轉 怎麼預備將來 誰的將來 上帝要逆轉 我們世界以為寶貴的東西 上帝要逆轉 我們世界以為很重要的東西 如果我們能夠明白 上帝要逆轉我們世界以為 重要的東西變成不重要呢 也許我們就不會服侍馬門了 也許我們會有智慧地運用金錢 而不是成為金錢的努力 或者我們這樣來看 就知道我們會怎樣去善用金錢的意義 就不會成為金錢的奴隸 也許我們不一定是看錢看得很大 或者他們不會看錢看得很大 可是有些人可能把權看得很大 或者有些人呢 將權力看得很大 可能服侍的是那個權 可能是一個服侍 是服侍這個權 在這個人生的道路一直在走的時候呢 就希望怎樣可以爬得更高 可以抓到更大的權力 在這個人生的道路裡面呢 就希望拿到越多的權力 爬得越高 這一種情況呢 最後也是會逆轉的 高的變成低的 高的會變成低的 那種富有的變成貧窮的 那些富有的會變成貧窮 喜笑的 喜笑的 變成苦喜 變成哭泣 在路加福音裡面有很多的地方呢 常常提醒我們 上帝的工作呢 就是逆轉我們以為的那種財富 或者那種權力 所以在路加福音裡面 常常提醒我們呢 上帝會逆轉我們認為很重要的事情 可以說是給我們一種的看法 好好地認識我們所看到的那個世界 也知道怎麼樣為自己的將來而預備 我這邊舉幾個例子讓大家體會一下 我在這裡舉幾個例子來提醒大家 給大家更加了解 我們先看路加福音第三章 我們看路加福音第三章 第一節 到第二節 第三章第一節 第二節 我先用普通話讀一次 然後請繼續把它讀粵語 蓋萨提比留在為第十五年 本丁比拉多做猶太巡撫 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 他兄弟菲利做以圖利亞和特拉克尼地方分封的王 呂沙涅做亞比尼尼分封的王 亞拿和加亞法做大祭司 那時莎加利亞的兒子約翰在曠野 上帝的話也領到他 蓋萨提比留在為第十五年 本丁比拉多作猶太巡撫 西律作加利利分封的王 他兄弟菲利作以圖利亞和特拉克尼地分封的王 呂沙涅作亞比尼亞分封的王 亞拿和加亞法作大祭司 那時薩加利亞的兒子約翰在曠野裡 神的懷疑臨到他 你有沒有發覺 如果說你在教會裡面 久也讀過福音書的話 你大概會發覺 陸家是唯一提供這些人民的福音書的作者 每一個福音書都說 約翰在曠野工作 每一卷書都提到約翰在曠野裡做工 只有陸家把這些名單寫出來 只有陸家把這些名單寫在裡面 如果說把這些名單拿走 會不會影響我們明白聖經呢 如果我們把這些名單拿走的話 會不會影響我們明白聖經呢 應該可以啊 應該沒問題 因為其他福音書都沒有講嘛 對嗎 其他福音書都都沒講到 所以他寫下來 當然我們謝謝他 那要講下 那我們很謝謝他 不過也請他需要嘛 那有一個需要嗎 就看我们读圣经的,都觉得起来 Halloween 我们读都做到 瓣瓣瓣瓣瓣瓣 我们觉得有这个需要吗? 有没有这么一个需要呢? 我们说陆加是历史家对吗? 我们说陆加是一个历史家 所以他把这个历史写下来啊 所以他把这个历史写下来啊 所以还谢谢他 我们又多谢他 我不跟我猜想,陆加不是为了写历史而写历史 我想到陆加不是一定说写历史而写历史 陆加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呢 希望我们能够用信仰的眼睛来看历史。 在罗家写的时候, 希望我们用信仰的眼光来看历史。 或者说在历史里面看到上帝工作的那种痕迹。 或者在历史里面, 让我们看到上帝工作的痕迹。 这话怎么说呢? 这个怎么说呢? 在这里写的那些名单, 都是在那个时候说了算的人物。 这些人是很顶顶有名的人。 那个当时的世界最大的人物就是凯莎提比拉。 在那个时候凯莎提比拉是最大的人物。 整个都是罗马帝国最大的。 那是罗马帝国最大的。 那如果说把这个镜头的焦点放在这个犹大地的话, 寻服当然是比拉多了。 那将镜头转到你犹大地呢? 就说到寻服比拉多了。 那在巴勒斯坦其他分封的地呢, 于是就有希律这个安提普。 那有希律在这个巴勒斯坦的地方。 还有他的兄弟斐利。 有他的兄弟斐立。 然后呢,就是政治的人物了。 其他政治的人物。 宗教方面呢, 大祭司亚南加亚法。 那么在宗教方面呢, 就是这个祭司亚南加亚法。 所以你想到的政治、军事、行政、管理、宗教的头都在这里。 所以你可以看到了,政治、军事、经济、宗教、行政, 那些人物都在这里。 都是说了算的人。 都是顶顶有名的人。 可是上帝的话语临到谁? 但是上帝的话语临到谁呢? 上帝的话语临到旷野的约翰。 这不是逆转吗? 这是什么逆转呢? 我们以为这些人物才是说了算的。 我们以为丁丁大名才能够改动这个世界。 只要他们的话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 路加说不。 改变世界的是上帝的仆人。 中心在旷野里工作。 穿的很简单的衣服。 吃的很简单的食物。 整个的生活都是那么简朴、那么的普通。 过着一个很朴素、很简单的生活。 上帝的话语临到约翰。 上帝的话语临到约翰。 我想这是福音吧。 我想这是福音吧。 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 那些有权有利的人。 那些有权有利的人。 你以为他们说了算? 他们是不是说了算? 可是你怎么知道他明天说跟今天说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们把眼睛睁大看电视、看新闻、听新闻。 那些人不断在说话。 我们看电视、听新闻都觉得这些人不断在说谎。 而且不断有很多的勾心的斗角。 而且有很多勾心斗角的事情。 如果历史在他们的手上真的是很可怕。 如果历史在他们手上实在是很可怕。 今天需要的是忠心上帝的普通。 今天需要的是忠心上帝的普通。 忠心的子民。 忠心的子民。 我们不一定很亮丽。 我们不一定很厉害。 我们不一定非常有钱。 我们不一定是很有钱。 我们也不一定很有权柄。 我们也不一定有很多权柄。 我们需要的是忠心。 然后上帝的话语可以领到我。 而上帝的话语可以领到我们。 当然在路加福音里面也有一些有钱的人。 当然在路加福音里面也有一些有钱的人。 当然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些很有钱的人。 提阿菲罗就是了吧。 提阿菲罗就是一个。 所以路加福音也不见得把所有有钱的人把它刷掉。 那路加福音也不一定说是将所有有钱的人都担在一边。 他就是提醒我们, 马门不是我们的主。 他就是在那里提醒我们, 马门不是我们的主。 权力不是我们的主。 权力不是我们的主。 地位身份不是我们的主。 地位身份不是我们的主。 如果说我们能够相信这位主是掌管历史的主宰。 如果我们相信这位主是掌管历史的主宰。 如果我们相信这位主是逆转我们以为的价值的主宰。 如果我们相信这位主是逆转我们生命, 逆转我们价值观的主。 也许我们就不需要为到马门啊, 为到权啊, 为到身份啊, 而迷失我们作为上帝子民的身份。 我们就不会围开钱, 围开权力, 围开身份地位, 而迷失我们神子民的身份。 我们想到的将来就是上帝眼中的将来。 我们想到的将来就是上帝眼中的将来。 如何可以在他面前站立的将来。 第二个例子呢, 要大家看到就是我们路加福音要说的, 上帝是那位掌管历史的主宰, 是在第二章。 第二个例子呢, 在第二章, 讲到上帝第一章掌管历史。 大家对于这段经文的记载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 大家对这段经文应该非常熟悉。 因为圣诞节一定会读这段经文的。 圣诞节一定会读这段的。 可是今天我讲的不是跟圣诞节有关系的。 但是我讲的跟圣诞节没有什么关系。 我想从一个政治的角度去读这段经文。 我们用一个政治的角度来看这段经文。 因为路加是用政治的角度去写这段经文的。 因为路加是用政治的角度去写这段经文的。 也一样,我先用普通话读一次, 然后请弟兄翻成广东话。 当那些日子, 该是阿古师徒有子意下来, 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策。 这是君利流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 头一次报名上策的事。 个人各归各城报名上策。 约瑟也从加利的拉萨勒城上犹大去。 到了犹大, 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 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 要和他所聘之妻, 玛利亚一同报名上策。 那时候玛利亚的身孕已经中了。 他们在那里的时候, 玛利亚的产期到了, 就伸了头他的儿子, 用布包起来, 放在马槽里。 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 在伯利恒的野地里, 有牧羊的人, 夜更按着更翅, 憨手羊群。 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 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 牧羊的人就很惧怕。 那天使对他们说, 不要惧怕。 我报给你们大写的信息, 是关乎万民的。 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还抱着布, 卧在马槽里, 那就是记号。 忽然有一大堆天兵, 从那天使赞美神说, 在至高之处, 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众天使离开他们, 生天俱乐, 牧羊的人就彼此说, 我们去伯利恒去, 看看成就的事, 就是主所指责我们的。 他们急忙去了, 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 又有婴还卧在马槽里。 既然看见, 就把这天使论子孩子的话传开了。 凡听见的, 就诧异主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 玛利亚只要一切事情存在心里, 反复思想, 某羊的人回去了, 因所听见的事情。 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 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 第二章第一节, 当那式日子, 蓋萨尼亚古斯都, 由紫耳下来, 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策。 这时, 居被扭作瑞尼亚寻复的时候, 头一次行报名上策时, 众人各归各成, 报名上策。 若失落也从加尼尼的那什勒, 成相犹太, 去到了大位的神, 名叫博尼行。 因他本是大位一族一家的人, 要和他所聘之妻, 玛利亚一同报名上策。 那时, 玛利亚的新人已经重了, 他在那里的时候, 玛利亚的产旗, 杜料就生了头胎的儿子, 用布包起来, 放在玛曹里, 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 在博尼行之野地, 女有牧羊的人, 夜间按着耕翅看守羊群。 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 主的灵光四面照着他们。 牧羊的人就甚惧怕, 那天使对他们说, 不要具怕, 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 是关乎还闻的。 因今天在大位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 包着布, 岳债躺在玛曹里, 那就是记号了。 忽然有一大堆天兵 和那天使赞美神说,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众天使离开, 他们升天去了, 牧羊的人彼此说, 我们王郭利恒去, 看看所成就的事, 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 他们急忙去了, 尋找玛利亚, 和约失游游那婴儿, 莫在玛曹里, 既然看见, 就把天使伦这孩子的话传开了。 凡听见的, 就差而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 玛利亚, 却把这一切的事, 存在心里, 反复思想。 牧羊的人回去, 料因所听见, 所看见的一切事, 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 就归荣耀与神, 赞美他。 这段经文大家很熟悉。 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 但是还是一样的, 一个同样的问题。 但是同样的问题。 路加有需要把那么细的东西记下来吗? 路加有没有必要把这个事情这么仔细的记载? 耶稣降生的时候, 谁作王也只有他在讲。 耶稣降生的时候, 谁在作王也只有路加讲。 牧羊人领受这些信息, 也只有路加在讲。 那牧羊领受天使的信息, 这些牧羊也只有路加讲。 不讲可以吗? 不讲可以吗? 不讲可以啊, 我们也知道耶稣降生, 然后耶稣也是长大工作,对吗? 不讲也没所谓, 我们都知道耶稣降生, 之后就长大了。 可是当路加讲我们戏读的时候, 发现路加提醒我们上帝, 的确是掌管历史的。 而且他是那位逆转世上的权势的那位主宰。 他也是那个逆转世上历史的主。 如果说我们相信知道上帝要逆转的话, 那也许我们眼中的将来就不一样。 如果我们相信上帝可以逆转所有的情况的话, 我们眼中的将来就会不同了。 你说这里有逆转什么? 看看这里有什么逆转呢? 这边路加的记载是挺有新意的。 心里面的意思。 他告诉读者说, 该上奥古斯多有子依下来。 他说到奥古斯多有子依下来。 是,奥古斯多死了之后, 是他的干儿子帝比留当王。 刚刚我们读到帝比留, 就是他的干儿子。 刚刚我们读到第三章, 是奥古斯多的契制。 该上奥古斯多是一统天下的凯撒大帝。 该上奥古斯多是当时统观天下的大帝。 就是他平乱了很多的诸侯的战争, 然后一统天下。 他平连了很多的战争, 战升了很多的诸侯。 把罗马帝国带到一个从来没有过辉煌的时代。 将罗马帝国带到一个很高的, 一个新的一个阶段。 扩展那个帝国的版图。 扩展那个帝国的版图。 搅拼了很多的地方的势力。 打抵了很多四周围的那些轮角的势力。 用武力把很多的力量都把它给压下来。 用武力把很多反对反势力压下来。 达到一个从来没有过的生平盛世。 来到一个从来没有的一个城市。 有一个拉丁文说, 阿古斯都带来的那个世界叫做 Pas Romana。 有一个拉丁文叫做Pas Romana。 就是罗马圣事的意思。 就是罗马圣事的一个意思。 这样的一个君王, 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差不多对了。 所以罗马的史家呢, 就给他很多很多的歌功诵。 很多罗马的历史家就歌颂去了。 有一块碑文呢。 在公元一世纪的碑文。 在公元一世纪的碑文。 后来十几世纪出土了。 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就出土了。 在这个碑文上面写。 那碑文上面写。 奥古斯都是这个世界的救主。 奥古斯都是这个世界的救主。 他的降生是人类的福音。 他的降世是人类的福音。 你没有听到什么东西? 有没有听到什么呢? 奥古斯都的描写, 这里放在婴孩耶稣身上。 奥古斯都的这个瓏写呢, 在婴孩身上。 这个一统天下的所谓的大君王。 这个一统天下的大君王。 整个帝国都说他是救主。 整个帝国都说他的出生是人类的福音。 整个帝国都说他的出生是世人的福音。 可是真正的救主是生在马草里的一个婴孩。 但是真正的救主是一个生在马草的婴孩。 真正的福音是这一位好像看起来非常脆弱的婴孩。 那真正的福音是一个很脆弱的生命的福音。 凯撒大帝是通过武力带来帕斯罗曼娜的。 那么这个凯撒大帝是透过武力来得到一个罗马的盛世。 这一位脆弱的婴孩, 他的工作, 他的讲道, 他的死, 他的复活, 带来真正的和平。 这个脆弱的婴孩, 透过他的服侍, 他的讲道, 他的仇死, 他的复活, 来世人带来真正的福音。 你看到那个逆转吧?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真正的逆转? 如果相信上帝这样工作的话, 如果你相信上帝这样工作的话, 大概我们就不会迷信权力吧? 那就不会迷信权力了。 大概我们不会迷信武力吧? 我们就不会迷信武力了。 还有这个祭祭呢? 那个结束也是特别有意思的。 那么在这个技术里面, 这个结束的时候很特别有意义。 是谁把这位大群王的信息传出去呢? 是谁把这个信息传出去的呢? 牧羊人。 牧羊的人。 那我们今天说牧羊人, 大概就没什么感觉了。 我们今天说牧羊的事情, 没什么感觉。 我们在圣诞节圣经的时候, 牧羊人都是家会里面的小孩子。 那我们在圣达志的时候, 牧羊人都是小孩子。 乖乖地拿一个牧章, 冻了多吃的这样子。 那拿自己章呢? 我们大概没有感觉牧羊人是怎么样。 可是牧羊人的工作, 在第一世犹太人当中是厌弃的工作。 在当时牧羊的工作是犹太人所厌弃的。 是不洁净的工作。 是不诚实的工作。 是不诚实的工作。 如果说根据拉比的文献, 牧羊人的工作是不可以信靠的。 那么根据拉比的记载, 他可以说牧羊的人是不可以信任的。 他们的工作是没有人看中的。 可是是他们把这个信息传出去。 这挺有意思的。 如果说我们感觉在这个社会里面, 我们是边缘的。 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觉得自己是边缘的。 假如我们觉得这是没有很大的力量的。 我们不能因此看清自己。 因为这个福音书告诉我们, 上帝要逆转人间的那个价值观。 上帝要逆转这个世人的价值观。 高的变为低,低的要升为高。 高的会变成低,低的会升为高。 我们记得刚刚我们看的是上帝的话语临到旷野的语言。 刚才我们看到上帝的话语是临到在旷野的约翰。 耶稣诞生的消息是牧羊人传开。 耶稣诞生是由牧羊人传开的。 牧羊人传耶稣降生的信息之后, 他们会不会变成经理呢? 他们传开这个信息之后, 他们会不会变成经理呢? 会不会变成老板呢? 会不会变成老板呢? 我想他们还是牧羊人吧? 我想他们继续是牧羊人吧? 可是继续牧羊人, 还是可以很忠心,很勇敢地去把这个消息传出去吧? 做牧羊的人, 仍然可以很忠心地将这个信息传出去。 我想这是对我们今天教会要听到的声音。 这是对我们今天教会所有听到的声音。 我是基督徒。 我们的重要性不在于我们是不是拥有很多的票数。 重要的不是我们是不是有很多的资产。 重要的不是我们是不是有很多的资产。 重要的不是我们有多少的能力或是说金钱或是权力。 重要的不是我们究竟有多少的财富,多少的能力。 如果有的话,我们要非常忠心谨慎。 如果有的话,我们要非常忠心而且谨慎。 不要让这些东西成为我们服侍的对象。 我们反而要用这些来服侍更多的人。 我们反而要用这些来服侍世人。 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些, 一点不损害我们在上帝面前的位分。 一点都不会令到我们在上帝面前有所失落。 约翰, 牧羊人, 牧羊人, 我们的主, 他的门徒, 他的门徒, 都是这样子。 都是这样的人。 相信的是那位逆转的上帝。 相信的是那位可以逆转的上帝。 我们能够面对将来。 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个可以逆转的神, 我们可以面对将来。 不是我们在不断地计算和筹划我们的将来。 而是他掌管的将来。 而是他在掌管将来。 我们同心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 因为你是那位掌管历史的主宰。 你是那位逆转世间价值的主宰。 你是那位逆转世间价值的主宰。 你的掌管让我们看见世界的一切将要在你的面前被破开。 你的掌管可以令到我们看到你这个世间所有的东西都会在你面前地。 求主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真正看见。 求主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真正看见。 所以我们因为这样子可以忠心地服侍主。 我们因此可以忠心为你服侍主。 我们是甘于平庸。 我们是甘于平庸。 我们也愿意孤单。 我们也愿意孤单。 我们愿意面对的是主为我们预备的将来。 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 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 帮助你自己设立的教会。 也帮助你所持的教会。 无论我们拥有或是没有拥有。 无论是拥有或是没有。 我们都可以做你忠心的仆人。 宣讲你的话语。 传讲你的信息。 能够把你的福音跟有需要的那些边缘的坚困的人分享。 能够将你的福音跟那些边缘需要的人分享。 随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和吏志。 靠耶稣基督的名求。